古堡家商餐饮科烘焙业师徐绍环跟其他三位选手组队 参加每四年举办一次的法国路易乐斯福世界杯面包大赛 夺下了金面包奖杯 登上烘焙业的最高殿堂 学校特别颁奖祝贺 每四年举办一次的法国路易乐斯福世界杯面包大赛 可以说是烘焙业的最高殿堂 今年古堡家商餐饮科烘焙业师徐绍环 跟其他的选手组队参赛夺下了金面包奖杯 其实这个比赛我们是分成三个组别 有欧式面包还有甜面包跟艺术面包 应该说三个项目不是三个组别 三位选手组成一个团队 然后到世界去比一个世界面包大赛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比较需要克服的 可能就是在时间上跟团队的一个默契上的合作 那我们这一次在培训的时间应该也算蛮短的 那其实在默契上我们大家都配合得很好 很多人都不看重技职教育 但这次学校的夜师夺得世界冠军 证明只要学有专长 就有机会成为不同领域的佼佼者 学校也特别颁奖祝贺 我常在讲 技职教育要让人家看得起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希望每一年都有像 徐少人社会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在古堡家上出现 那徐师傅也是不尝试 只要来我们古堡家上 他绝对请郎享受 因为唯有这样的传承 整个的烘焙的产业 才能有更多人才的产业 所以在这里真的很感谢徐师傅 英雄初少年 为了和学校师生一同庆祝 拿到金面包奖杯的荣耀 夜师也连夜制作了许多面包跟点心 还有美轮美奂的艺术面包 让大家有机会一场好手艺 记者沈仲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象